牧师师母大家平安 我是启仓区自祥奇祥小组的轩鱼 在全能根心营第一课天父的爱 当讲员提到父爱 我慢慢开始回想小时候 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什么 就好像走进时光机 一幕一幕画面浮现在脑海中 小时候对爸爸的感觉其实是冷漠型的 但是这个冷漠并不是不理人的冷漠 而是沉默寡言 爱在心里口难开 还有工作忙碌的冷漠 因为从小家里是做生意的非常忙碌 在我有记忆以来 虽然爸爸工作很忙 但是我却有许多跟爸爸外出送货的开心画面 有穿梭在洗衣场里 看着爸爸和刘迦辈的辛苦工作 自己的童年也是常常在帮忙工作 脑海中存留着许多跟爸爸找出晚归送货的美好回忆 反而是自己在长大后 国中的时期有一段非常叛逆的时候 我爱玩又撬家 让爸爸非常难过 觉得很对不起他 让从小疼爱我的爸爸伤心难过 而爸爸因为工作忙碌 身体不好 带着肝病后来转骨癌在我刚生高一的那一年去世了 其实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遗憾 也背负着长辈们说因为我不乖 而让爸爸病情加重的自责感 这些事其实一直埋藏在我的心中 因为自责我觉得我不配被爱 也开始伪装自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在工作上我很努力 别人不想做的我都愿意去做 在感情上只要有人对我好 我就觉得这个是真爱 在个性上我还有一个坏脾气 也常常在有压力的时候会乱发脾气 但每次发完脾气就会觉得好后悔 想改又改不掉 在跟心盈的生命内在医治 上帝深深地触摸我 他说我是值得被爱的 他很爱我 我的爸爸也很爱我 顿时觉得得到了释放 在淫会后 我觉得我的个性上有了改变 对丈夫以前总是有自己的事 本来就该自己做好的心态 现在开始会想分担他的事 对待孩子常常会觉得 孩子不乖的时候就觉得很烦躁 现在开始会用拥抱来代替人暴力 对于我这些改变我也吓了一跳 真的只有天父办得到 因着上帝的爱 让我慢慢有能力去爱身边的人 分享天父的信 内容是在祷告当中 似乎看见有个符号叉 慢慢这个符号转变成为T 在事与非欢乐与痛苦的岁月流里 神流过了生命 流了十字架的爱 宽恕与接纳 和好与真诚 幸福与平安 神告诉我说 我是一位聪明愿意领受得救的女子 是蒙神所爱的 愿意从救有 轻舍自嫩的生命 因寻求神成为才得智慧的妇人 其实在看这一段话时 我内心有浮现一个画面 就是在我初信主的时候 曾经看过一个话剧 内容是神很爱人 但是人远离了神 背对着神 神却一直一直在后面保护着人 看到这一幕 我不是觉得泪流满面 觉得神好爱我们 也想到过去有好多荒唐 不知道在过什么样的日子 原来都是因为神的保护 现在我才能在这边 平安地跟大家分享神的见证 信中还有提到 神说没有语句话是落空的 句句都要应验 不怕才有路走 耐心等候 神必为我开一条心路 神知道我在婚姻当中 有时候会有软弱 也会有害怕 看到这一段话 我的内心好像渐渐刚强起来 最后信中也分享 也是最重要的事 是神一直在提醒我的 要读经祷告 要天天渴慕神的话语 虽然现在开始有跟着姐妹 在读经但是有时候还是不是很了解 也常常读过就忘记了 但是感谢神带领我们夫妻 来到恩宠灵粮堂 才开始有了读经的氛围 进入恩宠的这几个月 真的是比过去几年 读的经还要多 每次想偷懒的时候 都会看到小组长每天温柔的提醒 虽然还没有完全做得很好 但是我相信约翰福音14章21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向他显现 一切荣耀归给神谢谢大家